擦E4旁邊,先把碼蓋擦下來,換開關 這裡有一個螺絲,這邊也是一樣的 這邊兩個螺絲,兩個螺絲是這裡一個,還有這裡一個 我們把這四個螺絲,旁邊一邊一個,跟後面兩個 兩個螺絲,螺絲我們不需要全部擦下來,我們只需要把它擦鬆來就可以 這個碼蓋蓋就可以這樣,往上面拿掉 拿掉以後,我們換這個開關,換這個開關的時候,有個簡訊 我們怕後庫它插錯線,我們先拍一張照片,再來換開關 開關的話,它這個開關好簡單的,就只要拿著這個開關往外面推 往外面推,就是用力往外面推,往外面推的話,它這個就推出來了 推出來了,你把這個線按照前面拍的照片,把這個線再插上去 插上去以後呢,再從外面,這個換好的新開關以後 我們再從外面,再這樣,把這外面往裡面推,這就更換好了 更換好以後,我們就再把這個碼蓋上,再蓋上去 蓋上去以後,把這四個螺絲,鎖緊來就可以 這樣就可以了,換好了 謝謝 謝謝